哈喽大家好 我是西西爸爸 今天刚刚接到老师的通知 好像是要说去学校开家长会 这也是西西上学一年多以来 应该算是第一次开家长会 但是好像又不是说是全部学生家长在一起 是一对一的 但现在到学校了 西西现在上学也有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里面好像也没怎么开过家长会 今天也算是应该算是第一次 可能是要汇报一下学校里的一些状况 是好还是不好 西西的学校它是属于是新的学校 学校也特别好 特别新 因为学校它是属于是封闭式的学校 一般也不让家长进去 也不能在里面拍视频 因为都里面都是特殊小孩子 很多家长他都不同意 不同意拍视频 就是怕把他们的小孩子拍出来 这样也不太影响也不太好 所以我们平常拍视频也只能在校门口 没人的时候拍一拍 你也是四年级一般吗 一般二般的 四年级真的有一般 总共就一般的 我们也是一般 你们也是不会说话 不会那个是吧 主动不会叫的 也不会叫人 爸爸妈妈都不会叫 我这个姓氏就叫他爸爸 他爸爸好的 他会叫是吧 也会叫 他主动不会叫 主动不会叫 主动不会叫 就我爷爷 他爷爷 也会叫是吧 也会叫 他下次下次我这次给他讲 他下次就忘记了 就我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我们的叫他叫他也不会叫 你们大小便知道吗 大小便知道 大小便知道 一个人睡 一个网站他人睡 那比我们的要好 我们家的大小便也不知道 因为是女儿的儿子 女儿 你那边过来是吧 对 你这个老婆很漂亮的 怎么大 大点 哪个 很长 也不长 也是不会叫 也是不会叫 我们大小便也不会不知道 也头痛 你家的父母带 还是我在带 你在带 我儿子在上班 带的累 累 你们还好上厕所 还能自己一个人睡 还自己上厕所 我们是都不行 你们还会说话 我们说话也不会说 可以到九年纪 这都要没用 是没有 是没有用 就是为了有个地方玩 放下 就是你放在这里 你放心是吧 你天天自己带着你累 我家里吵得不得了 我们家的很安静 我们家的不说 就是也不吵也不闹 我们吵得不得了 还有问题 主要带也是你一个人在带 我一个人 你没有办法 他就是吃什么东西都不会吃 菜也学校里面的菜不会吃 不会吃 不吃还是什么 不吃 饭也不吃 就这样吃吃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学校吃不吃 也从来没过问过 也没看过 反正在学校一餐不吃也无所谓 是无所谓的 能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你儿子也就一个小孩 两个 也两个 另外一个呢 一个小点小 这两周岁 两周岁 有个人在这里吗 不得 就是你专门一个人带他在这里是吧 他们不过来的少吗 他我休不过来 他儿子 我儿子在这里上班 儿子在这里上班 就是分开两个地方照顾的是吧 对 有这个条件分开来是好的 分开来就就是麻烦的是你一个人 你就纯粹一个人是带着他了 这也刚好碰到一个跟西西同一个班级的一个男孩子 他就纯粹他爷爷一个人在带 这种特殊小孩子好像都是老人在带 就是很少有这个年轻人纯粹的是在带 听到的都是一些心酸的心酸的事情 现在进学校来了 学校是很好的一个学校 真的很好 给一般人看看都不像是特殊学校 很漂亮很漂亮 现在家长会也开完了 多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西西这一年里面 在学校里的一些状况 然后每个老师对西西做了一下点评 学校也还是挺负责任的吧 其实西西的状况 看了一下对比了一下 算是全班上面应该算是最差的吧 因为老师也发出已经在学校里的一些视频来了 很多东西他都是需要靠同班上的同学来帮助 然后问了一下我们说 想让西西在学校里面最优先想要学习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学校也会尽量的提供一些帮助 我说的嘛 可能就是说想让他在学校里能尽量的把上厕所 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其他东西的话也相对来说 可能让他学会 会很难很难 但是上厕所这个问题的话 我还是想去坚持着让他去尽量的学会 让老师也多上一点心 多观察观察一下 其实这次加拿会开的 其实心里也是多少都有点失落的 不是说在学校里怎么样 而是跟班上所有学生对比了一下 确实西西的能力 真的 谢谢